七代传承的京剧檀门不仅是黎原传奇 也是家风立身的行业典范 当今檀派掌门檀元寿更是京剧界辈分最高的遗书家之一 10月9日12时许 这位曾经在沙家帮中因郭剑光一绝 红遍大江南北的檀门第五代传人在北京离世 享年92岁 黎原传奇的故事也将由后辈续写 日前 周新社记者专访了檀元寿之孙 檀门第七代迪传人檀正言 听他讲述祖父的故事 谭正言说 生在黎原世家 长辈对自己的成长都格外关心 自己的每场演出爷爷几乎都会来看 相较于对父辈的严苛 爷爷对自己更多是一种隔背的特殊关爱 在西校几乎每场演出 父母和爷爷都会去现场 包括第一场演发在锤的时候 爷爷当时在台下也特别兴奋 而且爷爷可能越往后越不敢去现场 我小的时候登台爷爷是觉得让大伙知道我孙子能唱戏了 可能到后边就觉得他不再是个孩子 是个成年演员了 会不会像以前那样还让观众喜欢 会不会给弹家丢人 会不会让自己担心 其实有时候爷爷看我演出 在现场看我演出也会紧张 就是比他自己演出还紧张 确实是就在木链边上看 这就是隔背人的一种特殊的爱吧 虽然爷爷关爱有加 但谈正言坦言 从小到大 自己几乎很难从爷爷口中听到夸奖 有一次我和王荣荣团长同台演出做工 然后我父母先到后台来了 说今天不错啊 你爷爷特别高兴 你等着把领导送走了 就到后台来夸你了 特别高兴 特别好 我就等着 等一会儿我脱了服装 正卸妆呢 就听见楼道里开始乱起来了 然后我就知道爷爷肯定来了 我说爷爷 连理我都没理我 就跟屋里的其他人 辛苦啊辛苦啊 爱这儿爱这儿 你当辛苦 完了我估计当辛苦 该到我这儿了吧 我等着爷爷夸我呢 又连看我都没看我 有点就出去了 完了我就把我爸拉着 我说爸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我说爷爷真的 你也很满意吗 我爸说 你爷爷你还不知道吗 他就是这么性格的一个人 谈正言回忆说 爷爷一直秉持着唱戏要高调门 做人要低调门的准则 家风严谨纯凉 自己一旦有懈怠 爷爷就回家以鞭策 他摆了一个兵盘球台子 后来我又特别喜欢打兵盘球 就是有一天我看这儿有人打球 我过来玩两拍 不知道让谁拍照片发网上去了 包括下边评论 谈人家不务正业 平时不练功就打兵盘球 交给我爷爷那儿 我爷爷当时就火了 把我叫到家去 说你现在练不练功啊 给你一礼拜时间看你的八大锤 因为那阵我在中专的时候 唱过八大锤 那阵通过八大锤一下 火过一阵 但是八大锤要求演员的腿功 相当搞两个腿 搬朝银凳 都得搬到脑袋后边来 说是想看我这些 其实就是挤的 我看我平时练没练功 当时就给我挤的这一礼拜 我就扛着个忙命压腿 压得发烧了 发烧 王老爷爷一看我发烧了 就心疼了 就不再提这事了 2020年7月 谭门第八代出生 四十同堂的天伦之乐 仅仅维持了两个多月 谭元寿便带着家族的荣耀离世 谭正言在个人社交媒体上 这样写道 爷爷走得很安详 多年来 爷爷一直盼着见小疤 如今也如愿了 就是不能陪您唱坟河湾了 下辈子 我还做您的孙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